我们是车轩相声组合 过来参加领克的发布会 我觉得有一个点 其实很多媒体老师都没有想到 但今天我突然发现了 领克这边乃至吉利他整个活动 他对于周边的那些文创产品 和对于整个品牌的植入 他其实做到了一个润无细无声 就好像我今天特别有印象深刻的 就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 我想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经常网上的参战证 但是一般我们拿回家就扔掉了 甚至没带回家 很多人都没有关注参战证这个东西 但其实这一次的参战证 让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 我说好舒服 对首先质感 这个是一个纸质的质感 它本身是属于一个 有点北欧血粉的风格的一个品牌 那么你就会让它想着环保 不整理系列的东西 闻下来的味道 对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开口 这个我真的觉得我参加那么多发布会 没有见到这 有的会做一些小心思 比如百业那种活动的 但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是一根一根的香菌条 而且这下面还很清晰的写着前调中调和后调 而且我今天看到这些东西 当然这些是一样 其他东西再慢慢讲 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说 其实很多品牌大家在做产品做参数做硬实力 但是当你的品牌扩大你的硬实力足够了之后 真正能够让消费者有感知的 恰恰是这种润无细无声的软实力 我觉得软实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是比硬实力更加重要的 来给你把玩一下 因为我是一个偏细技术向的伯律 但是我认为到这个阶段 新能源车技术的爆发性的 或者强刺激的阶段过去 上面都是难啃的糊涂 而且真的啃出来 这个消费者的感知不像之前 燃油变电动那么冲击那么大的 就好像我看到这么多一切的时候 我的脑海当中如果想到领克 这个从述明日 以及明日之美的这个品牌格调和品牌的标语 就被不自觉的植入到我的脑脑当中 觉得是今年其实我觉得智能化是下半场 但同时还有一个支线 真的就是品牌建设 特别是在四季度我们大胆预测下 2024年的四季度以及即将到来的2025年 要想品牌要想销量做上去之后 哪家品牌先做好品牌文化 哪家品牌先做好品牌价值 那么它的销量一定不会太差 对 就是品牌软实力的一个构建 这个东西的炒干我觉得远远超过技术 当然没有技术支撑你也别做品牌 对 首先有技术 先有技术都别 技术相当于基石 相当于土木装 你把土木装搭好之后 那么一个东西是否好坏 你绝对一购买它就是品牌调性 你觉得昨天晚上发布会给你最震撼的点是什么 整个现场的调度以及光效的使用 以及整个舞台的调度 我觉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水平 昨天的发布会从油本昌开始的VCR到当中的一个车出来 到最后的价格 反而我觉得昨天的价格并不是那么的让我去刻意的去很期待 因为它整个发布会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 给我的情绪价值已经拉满了 最后的价格出来只是一个结果 而满足这个结果的时候 它用了无数个过程去铺垫 这是很神奇的 就像一行舞台剧 对 它是就像最近刚刚发出的那个《黑神话悟空》 重要的不是我们三维大都去抄袭谁谁谁 国外有这些国外有那些 同样从我们的文化输出文化自己上我们有并且我们比他们做的更好 对 从文化层面上 我觉得这些年一直都是文化自信的东西 都会特别成功 从流浪地球这个IP开始 都是在好莱坞这个层面上 在游戏界这个层面上 你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 它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能被世界所接受 我觉得领克某种意义上有这种影子了 就是他努力的去做自己 向全世界向所有的消费者传达一种东西 自信的人他所使用的品牌是跟他在精神上互通的 就是我使用这样的东西传达出去了 就是我是这样的人 因为他的精神内核跟我是契合的 如果我们两个自诩我颜值我主持人 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颜值也不怎么样 但是我们就能很自信的坐在视频面前 跟大家去聊这些 对啊 这自信是由内而外的展现出来的 我不需要任何人给我肯定 我自己就相信我自己 这个这个点恰恰是我觉得说 让我觉得我特别喜欢领克品牌的这个点 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品牌 他要做长效发展 他一定要有自信 如果你品牌都不自信了 你怎么让你的消费者更加自信呢 对啊 这里我就要对付一下某品牌了 你永远在宣发上说我像谁 我又更廉价的价格让你更像谁 你永远都是别人的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对 你看我喜欢这两个品牌嘛 从无论是阿维塔一号还是领克一号 他的帅 他的颜值 他的设计 是这个品牌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 甚至花到九位数高昂的费用他去设计 因为昨天发布上上面特别常在这个数据 领克子要的设计设计费九位数 这个数据也是被露出来的 而这种的设计对设计的不妥协 对设计的天价投入 恰好证明了这个品牌 在整个历史上当中 他可以让他的设计变得唯一 第一不重要 唯一才重要 领克从干涉之初都是打地风局的 对 他没有上时机爆发 但是他的耐力非常强 然后整个生命周期就做得非常好 我不是说今天早上看到的数据吗 早就100万辆的销量了 有谁可以想到 你可能想象领克100万的销量了 很多人觉得说领克这个品牌不温不活 很多人觉得说领克这个品牌 在宣发上面 它可能没有什么观众度 但是你们能想象到6年时间100万辆 然后3年还是5年 得了整个世界6个冠军 这只领克 对 这个东西我始终说 它是一个中国欧双主场的品牌 我们有些品牌出口很厉害 这是真的 但是原生就在中欧两个战场同时开战 然后在欧洲得到认可 咱们在大拿的时候 人家要养工直接问我们 在德国领克为什么卖的这么好 这个是原生的一些 在欧洲市场这个品牌的认可度 其实堪比明确 它的明确在基本上是已经达到一个团队的地位 明确是一个百年品牌 领克多少年 领克还是一个原创的 中国基因原创的这么一个品牌 其实它的成就比明确要高一些 对 它成长速度很快 我们来总结一下昨天发布会的那边做个结尾 我觉得整个发布会 它是真的按照一场秀来打造的 它想传达给我们一种它的品牌价值 我相信它投出进去了很多钱 今天到消费者端的获得感会非常弱 但是从这一点上能看得出来 它是认认真真的去打造品牌的调性 并且通过反向筛选 把懂它的人筛选 品牌价值的这个点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如果你期望的是绝对的价格 那你看的东西它不一定会有价值 价值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很原创的东西 它带有大量的主观意见 而这些意见 需要品牌跟用户一点一点去做契合 一点点去做打磨 而无疑在现在 领克这个品牌它正在往正确的路上去走 就假以时日 这个品牌的成长空间是非常非常高的